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发威权的魅力 一位牛仔名叫菲尔 就这样在蒙大拿州立足 感性与软肋早就埋葬在那片土地里 时间来到1925年 菲尔和他的亲弟弟共同管理牧场 在地方上小有名气 某天兄弟俩和牧场员工进城聚餐 遇见寡妇老板娘罗斯 还有他个性内向的儿子 菲尔在那边开口闭口 都是羞辱的 激进羞辱之能事 员工的巴结主人自然是笑得东倒西歪 看主人在那边嘲笑人家 一定要在旁边巴结 唯独菲尔的弟弟 看到幼子寡母在角落哭泣 私下表示歉意 不好意思 我哥他的表示歉意 也因此牵起了一段姻缘 罗斯带着儿子嫁到有钱人家了 盘子里的食物是满的 酒瓶却是空的 因为眼角余光总觉得有黑影 是菲尔 在那边情绪勒索 精神霸凌 罗斯就这样活在恐惧之中 没有一个做儿子的 能忍受自己的母亲被这样对待 不过这位儿子不一样 他在等一个适当的时机 打开柜子里的秘密 The Power of the Dog 这部片Netflix制播 Jane Campion导演 并且参与编剧工作 Benedict Cumberbatch 领衔主演 Kirsten Dunst Jesse Plymans Cody Smith-McPhee 三位演员协力演出 电影故事来自美国作家 Thomas Savage的同名小说 这小说改编的电影 基本上和其他的西部片一样 有原野风情 恶霸与弱小 伸张正义 讨公道 不过呢 正义 在这个故事里 很有创意 很有创意 非常勇敢 甚至大胆 是一部 戏剧张力 很强的电影 电影资讯 The Power of the Dog 犬山记 犬之力 都是指同一部片 好的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阶段 一如往常 写下一些随笔 与目观后感 看到这部片 让我想到哪些东西 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 那么一开始 还是照旧 小额打赏 小额大星 接口支付 或LivePay 都可以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东西还可以 在我网站上有QR Code 扫码打赏 欢迎支持与鼓励 谢谢你 好 说到这部片 犬之力 犬山记 都可以 就是同一部片 The Power of the Dog 开始之前 现在时间 我看一下 现在时间是 你以为我要看表的 看中的 不是 是看天象 现在时间是 天王星准备进入逆转顺 本来是逆行 现在准备要顺行 天王星 还有什么迹象呢 第十二宫 出现高塔那张牌之类的 高塔 你知道塔罗 高塔牌 那在那边鬼扯什么东西 牌应该是鬼扯的 不过天王星顺行是真的 代表 这篇心得 就莫名其妙的要改变一下 以往 都是图文不符 披着追剧着皮 其实都在讲自己的事 而这一次 会聚焦 电影细节 会比较像 看片心得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 为什么要改变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原因了 The Power of the Dog 是非常精致的一部片 就像顶太风小龙汤包一样精巧细致 慢慢吃 聊一些细节 不管怎么样 至少我 就说 至少我自己可以提醒一下自己 曾经学过一些电影手法 还没忘 这样转了一圈 好像还是要讲自己的事吧 好了 严规正转 这次破题留到最后 先来看看电影故事 背景在美国 蒙大拿州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 见牛羊 地平线上那座 形状像狗的山 是西部片吗 感觉整个大环境还蛮像的 不过先打个问号 是西部片吗 先打个问号 电影有魔法 原野风景 是在纽西兰拍的 并不是在美国蒙大拿州 那看起来蛮像的 导演 曾康平的起点 纽西兰 电影人的情怀 家乡 土地 故人 透过电影魔法 可以折射成任何他想描绘的地方 我没记错的话 导演他很久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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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拍新片 至少有十年 至少 那么现在看到犬山记 女性人物在这故事里 被削弱 真的是很少看到 曾康平拍片 会削弱女性人物 是蛮难得的 那么既然削弱了女性人物 那强化了什么人物 或者说 什么样的因素 使他重新布局整个故事 同样 保留这个问号 我继续聊 没拍新片的这段时间 曾康平他拍了一套剧 电视影集 Top of the Lake 要说迷糊之巅 或湖畔迷暗 都可以 我类似 不好意思 我大概记得 就是那个中文名字 大概就那个 迷糊之巅 或湖畔迷暗之类的 反正就一个湖 然后很诡异 到底怎么回事 但没有超自然 它是一个犯罪悬疑剧 女生做主角的剧 很曾康平的剧 是好看的意思 好看的意思 我记得 那套剧的女主角 是Elizabeth Moss 还没有披上红斗篷 还没有戴上白灯罩 她在那套犯罪剧里 极好的表现 已经证明她的实力 你知道的 她后来就 披上红斗篷 戴上白灯罩 就拿暧昧奖了 在还没有拿奖之前 Elizabeth Moss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 有实力的演员 好 开车绕远路 绕这么一大圈 是因为 曾康平拍片 习惯用固定班底 比方说 今天聊的犬山记 里面就有一位演员 Genevieve Lemon 演妈妈的那位 澳洲演员 如果你有看这部片 演妈妈那位 她跟导演 是第六次合作 想象一下 这里的导演 至少十年没有拍新片 还能够合作六次 真的是认识很多年 合作很长时间 岁月百度 找熟人合作 总是比较安心的 对吧 所以 曾康平导演拍片 习惯用固定班底 那么这部片的第一女主角 有先问过 邓赵梅 女主角 就刚才聊到Elizabeth Moss 同一个人 叫邓赵梅 全山记这部片 就是先问过她 可不可以来演的 第一女主角 不巧 她有别部电影 壮棋 什么大片 让她胆敢拒绝 曾康平 你知道曾康平 十多年没有拍片 一旦拍片 都是金奖 在跟你挥手 这样的工作机会 居然敢拒绝 就说 正在拍别部电影 没空接拍 全山记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可能性 法兰西特派酒保 你知道 机会成本 类似当初没嫁入豪门 至少不能嫁给山沙门 假设是我 工作满档 没有空接拍 曾康平导演的大作 那好歹 我也是在拍 另外一位 名导演的大戏 这说得过去 这是我的猜测 但我错了 邓赵梅撞起的 是另外一部 更新的 非常特别的电影 这些卖个关子 总之 有好东西 可以期待就对了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The Power of the Dog 2021年的电影 犬三季 好 我继续聊 这部片导演曾康平 十年没拍新片 常会听到这种情况会说 十年磨一剑 其实我从小听到的 现在忍不住 来科普一下 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成事 很有画面的一段话 某个人在那边磨剑 磨了十年 磨成了鲁蛇 根本就没有机会表现 但那内心渴望 在那边明示暗示 怎样都想试一试 这就是正宗的怀才不遇 那么准备很久 终于问世 如果说这样也叫十年磨一剑 恐怕把东西说得太简单了 所以说再强调一遍 十年磨一剑 是指一个人 准备很久 月月欲试 但一直没机会 他就很闷 有那怀才不遇的意思 那么准备很久 准备十年 终于推出 不能叫十年磨一剑 那意思不一样的 不过你也是知道的 这年头讲话 就是习惯用语 有很多衍生与应用 让我们自己心里知道真正的意思 这样就好了 好 回过头来继续聊这部片 刚才算是一个忍不住的科普 像言归正传 第一女主角 这部片 最终锁定了Kirsten Dunst 金法妹 金牛女 她的生日跟导演的生日 一样都是4月30号 金牛座 那么金法妹 在这部片里面的老公 也就是她配偶栏上的 真实的老公 JC Playmans 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夫妻 相信你有听说过 但可能没听说过的是 接下来的幕后花絮 这位金法妹和卷幅 你知道那个卷幅 不用怀疑 就是卷幅 影史上第一个卷法造型的福尔摩师 Benedict Kambach 每次讲到她的名字 都有想到早午餐 有时候录音录一录 肚子饿的感觉会乱入 不好意思 继续 金法妹和卷幅 他们俩非常喜欢这次饰演的人物 有多么喜欢呢 喜欢到拍片期间 两个人几乎不聊天了 保持十倍以上的社交距离 保持剧情的对立状态 他们在里面演对手戏吗 卷幅还特别揣摩男主角 独特的味道 两周不洗衣服 拍片期间 狂抽不是道具烟的烟 抽真烟 即便他本人会抽烟 依然呈现 尼古丁中毒反应 这听起来很严重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但你有在抽烟的话 但是抽烟有害健康 这还是要宣导一下 我查到这个资料 我就觉得 可以想象那种漂浮的感觉 一边拍戏一边漂浮 还蛮有趣的 当时他在片场 可能有点七零迷幻 大家都回到七零年代 不过说真的 精彩表演的背后 总是有很多牺牲奉献 是必须的 好的 《浅三季》这部片 在纽西兰取景 像一幅原野风情画 在看片的时候 我的拇指有刺痛感 倒不是马克白女巫的那种预感 指尖刺刺的邪恶将至 我只是觉得 摄影师应该不是普通人 看到那种画面 绝对不是普通人拍的 结果看到最后 在片尾工作人员名单 看到Ari Weiner 这个名字 她是澳洲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非常优秀的澳洲摄影师 Ari Weiner 她是女生 如果你对她拍的画面 有好感 喜欢犬三季里面 这种描绘方式 Lady Macbeth 2016年的电影 In Fabric 2018年的电影 那两部片 都是她长进的好作品 那么除了视觉之外 听觉也是有感应的 无论原野或城镇 室内或室外 电影音乐 几乎都是小调 这部片的配乐 几乎都是用小调 悬疑诡诀 拉长耳朵听 原来是Johnny Greenwood 当然这是写文一个技巧 我把耳朵拉到跟兔子一样 也听不出来是Johnny Greenwood 真的是太困难了 只是一样 到最后看到她的名字 这个人不得了 同样又是一位高手 一等一的高手 Johnny Greenwood他是谁 名字是不是很耳熟 也许 Radiohead 电台头 电台司令 可以帮助你想起来 他是谁 电台司令 我很惊喜 如果记忆可靠 Greenwood他只会跟特定的 电影导演合作 比方说 Paul Thomas Anderson PTA Lean Ramsey 英国名导演 名字跟脸对不起来的话 现在很方便的 小手高亮一下 在我网站上有名字吗 高亮一下这几个名字 就知道他们拍过什么片 很厉害就对了 所以呢 犬山记这部片 使用Greenwood的音乐 对我个人来说 这一点 超级巨头 披着西部原野的皮 骨子里 绝对不单纯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第一次听到 Johnny Greenwood的名字 而且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搜一下 他合作过 哪些电影里的音乐 哪些电影 然后呢 也会归出一个 我所谓的超级巨头 也就是说 那些电影呢 通通都不单纯 都不是那种 我觉得他是恐怖片 那他就只有恐怖 我觉得他是爱情片 那他就只有爱情 他会有很多层次 悬疑诡掘 这就是 Johnny Greenwood的音乐 会出现的电影 有这么一个 相关性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再回来 请订阅这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The Power of the Dog 2021年的电影《全三季》 请你聊到这部片的演员 摄影师和音乐剧作家 这部片还有一个 技术面的东西 很有意思 该怎么说 我尽量学习 你知道前阵子 也不是一阵子 应该有两年了吧 Chernobyl HBO的那个影集 讲了车诺比核爆那件事 那一套剧 它有个编剧精神 我应该学习那个编剧精神 就说 你不必是核能端家 也能明白核电厂为什么爆炸 换句话说 你不必是电影导演 也可以看懂这个电影手法 那我再试试看 来介绍一下 拍电影 拍片需要剪接 剪接有很多规则 其中一条规则 叫做180度线 这个规则 保持视觉的逻辑性 与合理性 听得很复杂 说白就两个字 顺眼 看起来要顺眼 我们来想象一下 有两个人在那边讲话 男生在左边 女生在右边 没带身份证的 不是在中间 请先到旁边休息 这场戏没有要拍他们 好 第一点 男左女右在讲话 下一个画面 接什么样的画面呢 两人半生也好 过肩交叉也好 不管下一个画面怎么拍 都要继续保持 男左女右的感觉 如果下一个画面 突然变成女左男右 观众也会突然觉得好奇怪 他们是换位置了吗 大概也许可能应该 纳闷个三十七分之一秒钟之后 观众自己会意识到 原来换位置的不是演员 而是摄影机穿越了一百八十度线 到另外一边就拍了 所以才会觉得两个人 好像位置对调 那么我的意思是 即便观众是聪明的 拍片的人 也不应该让观众 看一看突然觉得怪怪的 在教科处上 尤其坚持这一点 禁用 不准这样拍 所以画面衔接的时候 要遵守一百八十度线 男左女右在聊天 那不管是远中近景 还是要保持男左女右 除非 这是接下来要讲的 第二点 原本在拍男左女右讲话 接下来不管怎么样 不可抗力之情事 就是要变成女左男右 这样的情况呢 就那句老话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画面与画面之间 必须穿插别的东西 可以是桌上的玫瑰花 手上的钻戒 再越过一百八十度线 这样子画面看起来才会流畅 这个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来 终极奥义第三点 这又有点我独家的心得 我以前学这个的 拍片的人 什么时候要选择穿越一百八十度线 就假设自己不是观众 你是导演 你在拍戏的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 要把镜头穿越一百八十度线 当然了 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观众的身份 也就是说 我们在看片的时候 看到穿越一百八十度线 那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镜头语言代表什么 这时候应该要有个短暂停 各位观众 其实很简单 就四个字 局面翻转 就在一百八十度线出现的时候 代表局面翻转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镜头语言 想象一下 两个人在讲话 男生仰慕追求 女生心里还在那边小鹿乱撞 这个氛围 似乎是男主动 女被动 但是摄影机 穿越一百八十度线之后 局面翻转了 原来女生心里 不是小鹿乱撞 而是蛮牛狂奔 总算等到你上钩之类的 那么这个约会 谁主动 谁被动 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换句话说 拍片教科书认为 穿越一百八十度线是扣分的 类似那种炒菜的时候 不应该炉内起火吗 如果有教官在旁边打分数的话 炒菜怎么可以炉内起火呢 霸特 但是 只要这招用的够漂亮 局面翻转 就会有很强的戏剧张力 这就是穿越一百八十度线 好 那我把车开 讲有点激动 那我把车开回西部荒野 回到这部片 你知道吗 这部片真的就是有 出现漂亮的穿越一百八十度线 如果你已经看完了 请回想一下 后半段 古仓那段戏 男主角没有材料 小哥哥说他有几张牛皮 可以借给男主角做绳子 有点印象 古仓那段戏 摄影机围着他们两个人转 画面在那边旋转 类似迷魂症 这是什么情况 他是真心借我 还是怀了什么鬼胎 暗示该出柜了吗 还是报应要来了呢 你有看过有感觉的 不过先等等 聪明的你 刚刚听到这里 一定是灯泡亮了 画面旋转 就代表摄影机一直在动 那就没有所谓的打破一百八十度线 它一直在动 怎么做穿越呢 其实 依然可以打破那个规则 已经在移动的摄影机 要破坏一百八十度线的概念 就是破坏原本旋转的节奏 故意破坏掉 想象一下 镜头先从男主角这边开始绕 一直绕 一直绕 顺时针绕 你愿意再看一遍这部片 你愿意二刷的话 一定会看到那个绕圈出现突兀点 怎么突然从小哥哥那边开始绕了 本来是从男主角这边来绕 怎么突然绕的方向改变了 那就是一个穿越一百八十度线 再搭配你一路看下来的剧情 先别管牛皮了 你听过猪羊变色吧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整个剧情 小哥哥开始占上风 我个人觉得那个镜头组合非常漂亮 也就是说拍片的时候 都有很多技法 规则 镜头语言这些 如果你用的这些方式 恰恰是吻合剧情的走势 那就是最漂亮的 像这里 局面要翻转了 剧情要出现转折了 然后用会代表剧情转折的镜头语言 来拍这段戏 那就是最漂亮的 好的 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带回来 梣子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 The Power of the Dog 2021年的电影 犬山记 前面有聊到这次破题 聊到最后 现在就来到最后了 破题一下 这部片来自同名小说 小说翻拍电影 其实那本小说早在1967年就出版了 我们来扳手指再扳脚指 能够算的都算进去 时间跨度将近半世纪 1967到现在 拍电影的版权不断易组 很多人都想拍这本小说 据说还包括Paul Newman 保罗纽曼也想拍 西部片 然而 某种不可抗力之情势 导致剧本一直锁在铁柜里 究竟是什么样的巫术 阻止了这桩美式 这好故事吗 其实 我在盛誉那部片的心得 有聊过相同的看法 我们的世界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放多元 尤其一门生意非常贴近群众 这门生意非常贴近市场的时候 再怎样凤毛麟角题材 也必须等待时机 大概也许可能应该就是所谓的政治考量吧 好 来破题 电影里那位小哥哥 舍里拿着一本书 第几章的第几节 镜头在特写 貌似某种 帮助于某种智慧真言 仔细看不像真言 有点像诗篇 我心想 该不会是全世界最畅销的那本书里的诗篇吧 碰巧我客厅的茶几上就有一本袖珍版的 你也是知道的 身为一个全职的文字工作者 茶几上有圣经也是很正常的嘛 至少写心得的时候 有东西可以帮我下掰啊 果不其然 圣经诗篇第22章第20节 Deliver me from the sword My precious life from the power of the dogs 诶 有出现the power of the dogs 只差一个s 这就是片名 圣经诗篇第22章第20节 大卫祈求耶和华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要知道这一段经文的中文版 刚才念的 只是其中一个翻译版本 因为诗篇相当古老了 一段经文万种解读嘛 而我个人在这里也是有点心得了 经文里面提到的less war 刀剑代表威胁 这是比较具体的 比较容易联想到的 继续看 My precious life My precious 不是孤辱抱的戒指 字面上宝贵的生命 但我个人觉得 也可以解读成那种 独一无二的珍宝 宝贵的生命就是独一无二的 他在这个故事里 彩虹小哥哥 他的人生 独一无二的珍宝是什么 可以是敬爱的母亲呢 还记得这部片一开始 有一段旁白 小哥哥一开始就讲明了 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 自己的妈妈被那样对待 无独有偶 珍宝也可以是最真实的自我 最真实的那一面 代表戏剧性 这个留到最后说 那么重点来了 保护这些珍宝远离什么东西 狗的力量吗 这样想好像怪怪的 狗蛮可爱的 为什么要远离狗的力量 不妨想想 狐群狗党 那是比较旧时代的形容 狐群狗党 远离某种视力与氛围 偏激的 扭曲的 甚至堕落的 祈求上天 祝我远之 到这里算是有破题了 希望有带给你一些东西 好 我继续 西部片 这部片是西部片吗 是Western movie吗 前面聊到问号 现在继续聊 西部片与武侠片 老美的牛仔 与我们的侠客 有共同点 扶弱除强讨公道 伸张那两个字 但我不急着说出正义 因为这部片 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 都说 名门正派 绝对不会用那种 下三烂的手段 名门正派吗 即便不共戴天 仇生四海 也要光明磊落的反击 跑到深山或幽谷之类的 在那边苦心修炼 等待时机 正面决斗 武侠世界里有这样的规矩 西部也是一样的 我们都听过很多 都很熟悉了 回过头来 看这部片 小哥哥做了什么事 暗算下毒 那显然是 卑鄙小人 才会用的伎俩 可是呢 他在保护他的妈妈 守护他的性向 难道不是正义吗 所以说这部片有创意 非常的大胆 打破传统西部故事的 条条与框框 打破框架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天平座看这部片 会特别的过瘾 突破典型 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突破点 西部故事的主剧情 是阴险复仇 居然用暗算下毒 那种伎俩 伸张正义 这个比用爱发电 更需要令人冷静思考 对吧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我都发出声音 美国电影常出现一句对白 Doing a bad thing for a good reason 身不由己 对吧 这部片只是在描绘必要之二 没必要大惊小怪吧 想到这里 我就来分享一个 最深刻的感触 犬山记这电影故事里 小哥哥是小哥哥 菲尔是菲尔 我是我 即便如此 只要骑上那个马鞍 我们都会变成同一个人 我看见的菲尔 他就像霉菌 想象一下 有那么一间发霉的浴室 阴暗 潮湿 爬满了黑斑 如果霉菌会说话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到处爬满的令人难受呢 恐怕也不是他自愿的吧 只要环境达到特定的温度与湿度 黑色自然会蔓延 我是裸体的 站在那间浴室里 就是会遇到那样的浴室 我该怎么办呢 下午三点半 似乎做什么都还太早 做什么也都太迟了 下午三点半就这种感觉 但我无法什么都不做 类似小哥哥 无法看着他娘 慢慢被酒精淹没 却什么都不做 终于还是做了 决定吃狂了 那就必要之二吗 我找不到答案 不用花时间找了 低着头 对自己坦白 好的 介绍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The Power of the Dog 2021年的电影 全三季 一句话 电影很好看 这次分享比较多 甚至还搬门弄斧 在那边讲一些电影的 镜头语言之类的 整个内容比较多 希望有带给你一些东西 那么现在来到最后 通常会聊一些 临时想到的 但坦白说 现在什么都想不到 那么真的要说 临时想到什么 我会说 如果你还没看 你还没看 就已经听我节目 你应该想把我打死 就透露这么多 几乎都讲光了 那发生已经发生了 如果你还没看 真的该看一下 这不是好电影 各方面 都不是一定水平以上 而是非常优秀 非常出色 是一个全方位的好电影 值得观赏 好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语目观后感 语目散文故事 两个都可以搜寻得到 今天先到这里 祝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